由杨子,景博然主演的电视剧《女心理师》播出了,该剧刚播出就引起超前热度,不仅是战率达到了10%,在同类型的网剧中排名第一,话题度和热度丝毫没有下降,首播就受到如此关注,无论是弹幕还是网络评论,《女心理师》的口碑都很不错,该剧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,主要得益于剧本。 演员以及后期制作 从剧本来看,《女心理师》改编自毕书敏同名小说,主要从心理咨询师的角度着手,讲述心理咨询师贺顿在事业经历遭遇剧变之后,创立独立心理咨询师的故事。 从题材上来说,《女心理师》的题材十分新颖,因为目前影视剧中很少有以心理咨询为主题的影视剧,这一点不仅让观众对心理学产生浓烈的兴趣,同时也为大众揭开了心理咨询师这个神秘的职位。 从演员来说,该剧由杨子、景博然主演,两人的演技都没有拉垮,相反把每个角色演绎的十分到位,杨子在剧中饰演一名心理咨询师贺顿。 贺顿是一个能力十分强额,而且很有责任心的心理咨询师,刚一出场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,他有很强的洞察力和观察力,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准确的判断。 就拿第一集的第一个按键来说吧,当面对想要跳楼的小女孩,贺顿沉着冷静面对,在专业的知识技能之下,准确地分析出女孩所在的位置,同时一步步地给女孩做心理辅导,避免悲剧的发声。 从这一段可以看出,贺顿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女孩,而且能力超群,能听到很细微的声音,也能快速地做出分析。 景博然饰演的钱开义,是一名电台主持人,但是这个角色有着很强大的责任心。 在第一次出场的时候,碰见在马路中想要自杀的女孩,是她及时出面制止并且救下了女孩。 如此健毅勇为的人,着实很吸引人,不仅如此,前开义还会在很多场合帮助别人,沉着冷静,热心善良。 杨子和景博然的演技都很在线,无论是遇到案子时候的冷静,还是面对私人感情时的理智,都可以看出这是很真实的人物。 从演员的身上,能看到书中角色的影子,仿佛看到了虚拟的人物走入了现实。 最后,女心理师的制作十分精良,开头用一个很长的镜头做了背景介绍。 从一段电台口播足以至到这部剧主要讲述的内容是什么,而在帮助跳楼女孩的时候,无论是电话这边的数据分析,赫顿的沉着应对,还有信号追踪等场面,都能看出这是电影的画面质感。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,该剧对小细节的描述十分认真,比如在得知跳楼女孩其实在学校的时候,赫顿是通过细小的声音发现的,这个时候镜头会给赫顿的耳朵特写,随后是特效镜头模拟出声音的传播。 最后画面传送到跳楼女孩那里,再比如,当赫顿回家之后,看到妈妈赵老师躺在椅子上的时候,赫顿冷静地分析出发生的一切,回忆起在菜市场听到的一段话,从而判断妈妈又在跟自己开玩笑,女心理师中的小细节太多,稍不留意就会错过重要信息,以至于都不敢倍速观看。 无论是剧情还是演员,又或者说是幕后制作,女心理师都值得一看,很少看到如此好看的电视剧了,也难怪收视能第一。 你看了杨子新剧女心理师吗?如果没有的话,建议去看一看哦,相信不会让你失望。